Hello,大家好,我是Alysis 在家常菜里,我们整天都会做一些蒸排骨或者焖排骨的菜式 但你知道排骨的正确清洗方法吗? 就让我在这里分享一个我家简单的排骨清洗方法给大家知道 保证清洗后的排骨干净的一点血水都看不到 吃起来也会更香 首先我们将排骨倒入一个干净的容器中 撒上一些食盐 然后再倒入温水,记得一定要用温水 因为温水有利于排骨里面的血水 千万不要使用热水,因为热水会把血水封存在肉里面 导致腥味没办法去除 接着我们用手像这样子抓洗排骨 食盐可以有效去除排骨上面的灰尘等脏物 而且不影响肉质 抓洗过后我们可以看到盆里出现了大量的血水 平时如果直接用清水洗的话,是洗不出这么多血水的 最后我们再用清水冲洗一下 这样排骨就被洗得很干净了 有了这个清洗排骨的小妙招 以后排骨煮出来就会非常的香 大家也试一试吧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你们喜欢和觉得有用